意大利独球消息 巴西边后卫桑德罗拒绝续约 已经告知俱乐国 决定今年夏天离开尤文 巴黎圣日尔曼对巴西左后卫非常感兴趣 尤文标价5000万欧人 桑德罗和尤文图斯都正在等待巴黎圣日尔曼的官方报价 推动这笔交易前进 斑马军团已经做好了出售巴西球星的准备 而英国媒体《每日邮报》记者安迪尔透露 曼联跟巴西左后卫已经达成了个人协议 将提供巴西后卫两位鱼之前的薪酬 全市场网站消息 如果巴西左后卫一旦理睹 斑马军团必须找到替代者 以下三名备选目标 尤文今年夏天必须带走其中之一 目标之一 达米安达米安 曼联为意大利国脚标价2000万欧元 28岁 2015年夏天从古灵转汇至曼联 转汇费为1800万欧元 上赛季出场17次 已经到了合同年 虽然意大利国脚在曼联已经成为边缘球员 但是如果回到意大利 在尤文的体系之下 或许会焕发出不一样的能量 目标之二 波尔图后卫特莱斯尤文托斯 已经报价3000万欧元 而他与波尔图的合同毁约金为4000万欧元 波尔图坚称要想带走他 必须直接支付维约金 特莱斯25岁 87级球员 2016年夏天加盟郭尔图以来 共出场90次 打进了球助攻30次 是一名助攻能力极强的边后卫 目标之三 马赛洛相比起达米安和特莱斯 尤文托斯最想要的球员是马赛洛 在塞罗加盟班马军团后 一度有消息团出 马赛洛也有可能离开黄马 跟随塞罗的脚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